还有一个让大家吓到的 动不动200多亿啊 天哪 200多亿要干嘛 扶正网军吗 我们台湾出现这个超炫 叫多元宇宙科 到底啥东东啊 大家在讨论 到底要干嘛 找奇异博士来担任科长吗 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 今天网络上各式各样的梗图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唐凤 警政署给大家比一下 警政署有警员 一万两千多 行政人员一千五百多人 公有两百五十四名 即公一百二十七人 约聘两百九十五人 算一算 他的年预算多少呢 才两百四十五亿 而这个述发部呢 我们看到哈喽啷当这样 刚成立 预算就两百一十一亿 这个预算怎么花 稍后我们来仔细给大家爬树一下 另外还有这一四五零要加薪吗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 遇刺迅值的这个李承翰 那到现在为止呢 没给钱 没捕人 没装备 没有命 今天这个梗图很多 那但是述发部呢 要什么都就有什么 两百一十一亿 可以买什么 可以买一百八十万把电击枪 每位警察可以分到二十五把 警察没有枪 但是唐凤呢 我们看到述发部 是不是拿来养网军啊 所以这个蟑螂军团 要成立正规军吗 是这样吗 台湾No.1吗 还有一张对不对 好 梗图 民进党合理的预算分配是怎样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两名警察惨死的案子 让大家关注到警察的议题 事实上这个议题永远无解了 把这个警政署的预算跟书发部的预算比一比 怎么比大家也是一样啊 这是没办法笑 就是眼泪流不尽的概念 好 这个书发部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 因为非常非常吓人啊 一下子就是217亿啊 小英来主持这个节排 然后唐凤领军啊 唐凤现在变成了部长 当然这个唐凤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延烧期间 他推出了很多很多 到口罩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大家说嘛 只要唐凤出品 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卡住 一定会卡住啊 一定会塞车 这次唐凤部长领军啊 他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包括了协助企业 加速数位的转型 包括提升台湾的这个资安的体系 包括促进开放资料 还有公司协力等等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怎么说呢 蔡英文现在不是三军统帅 四军统帅 包括网军啊 很多人就拿警察出来比了 警政署的警察冲锋陷阵 冒着生命危险 总预算才245亿哦 这个书发部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217亿吓死人 那连书发部干什么 都讲不清楚 也许他清楚 我们真的不清楚 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专门帮着网军来漂白呢 这叫照顾警察吗 比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心酸 我是不是数学有错 还有很多人说 你别忘了李承翰 铁路警察遇刺事件呢 说好的电极枪呢 有没有警察同仁有拿到吗 东厂部啊 就这么大辣辣的 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成立 是这样吗 预算编制都不清楚 这不是一种掏空台湾吗 随便有个名义 成立一个部门 然后爱怎么做怎么做 我们看到它的原额 第一年598人 接近600人 但是其中有一半 300都是约聘 达到一半 这样预算就要花掉217亿 算一算赖事宝帮忙算 赖事宝很会算这种账 一年600人 就算一个人月薪 高薪10万块好了 就这样算好了 那第一年的人事费用 也不过7.2亿 办公室租金7千万嘛 人员加办公室等等 那你还剩下86% 还剩下200多亿 你要怎么花呢 介大使你怎么看啊 这个东西算不算是破坏国家体制啊 公务人员的这个协会理事长就说嘛 其实我们台湾国家考试 有很多资讯方面的考科 但是呢 反对舍弃不用现有的人才 大量禁用约聘人员破坏制度 而且唐凤还说啊 根本就不限学历 民间争才 算不算是破坏这个国家人员 禁用的一个制度 实在不晓得他要干嘛 因为200多亿非常多啊 很多啊 这个200多亿啊 我讲一个概念啊 外交部啊 一年预算300亿 300亿 外交部在海外有2000人啊 你不但要发薪水给他 还要给他活动费 然后他有 他可能有一百多个管处要付薪水 然后呢 他还要维持这个邦交 维持这个国家 这个关系一共300亿 我以前的单位 我们有4亿多的预算 4亿多预算做多少是 我们要付1000个 台湾奖学金的各有帮学生的 学费 学查费 跟他在台湾的生活费 我们还要养 我们还要邀请100个 全世界学者在台湾住点 每个月要发给他钱 然后他在生活得很好 可以住一年啊 那也没有花到那么多钱啊 所以呢 我就不晓得 我那个4亿 我们那4亿多 我就觉得 哇 这个钱要花得到位 可以做好多事 我一看这211亿 我觉得到底我们这立法院干什么 你不晓得他要干什么 就给他214亿 而且他钱这么多 他还要办事都是约聘啊 他这个违反 这个违反我们今天宪法的精神 公务员必须要经过考试 这个是我们这个 武权宪法考试院最基本的原则啊 约聘就等于没有任何的把关制度嘛 没有就是任用私人嘛 就由你唐凤一个人决定啊 你基本上这个违反了就业公平原则 其实在这个政府来讲 他一定要强调就业公平 而不能够任用私人 跟施设自己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211亿啊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真的很心痛 我觉得这每一笔钱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现在我们这个基层的民众 生活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你就拿了211亿出来 你看看我们的警政署 1000多位远警 对不对 远警是要玩命的 警察在第一线是拼命的 你看我们这几年多少警察 上命在这 说穿了你今天 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 这些防卫保护自己的这些 装备都没有 你就搞了一个211亿就丢到 所以大家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拿去了 而且这个问题很大你知道 数位发展的话 事实上你应该是一个发展的中心 你应该你去搞数位科技 你要不然你就提升你数位产业 对 政府机构是扮演什么的 政府不是搞发展的 政府是怎么样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政府的 我们美国西方人讲公务员 他就叫regulator 是regulation的 这些制作的人 所以你应该要鼓励数位发展 你应该要民间去做 然后你这个数位发展部 基本上你在制定一个游戏的规则 然后你给这些下面的厂商给予补贴 那还说得过道理 哪有政府自己来发展科技 我请问一下我们科技部 他能够创造什么伟大的科技吗 好 讲到钱 大家这个很心痛 我们的纳税钱 大家知道现在经济也不好 赚钱也不容易 各式各样的补贴 看得到也拿不到 包括我们的警察等等 各部门都是缺人缺钱 但是出来一个 航空出世的数位发展部 这么多钱 做什么也不太清楚 而且我们看到轻轻松松的 好像不限学历 也不用考试 也不用受很多的限制等等 这么多的预算 还包括他光是一个办公室 租这个办公室 哼不啷当七千块钱 你看到又是代办 七千万 代办他的这个星光大楼 装修设计费大概就两百万 整个装潢费又是三千七百多万 天哪三千多万 刚刚介大使讲 这个钱用在刀口上 有没有用在刀口上 需要花到三千多万的装潢费吗 这点网友惊呆了 说是要做个大皇宫吗 到底水有多深呢 其实讲了这么多 民进党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他告诉大家 我就一句话做个结论 纪大使也做个结论 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对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 这个他的 真正的他的这个服务的单位 非常非常刻意 他里面 我看了他这个设立的章程里面 有一个叫知通安全 这个安全这个字我觉得交给 交给这个数位发展 这个定位 他有任务不明的来讲 他要搞到安全的话 真的我们很担心 很担心他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这个 就是蔡政府的安全 不见得是台湾人民的安全 不是台湾人民的安全 而且他这个把这个用人的这个规则 虽然如此把他打乱的话 那又是要帮民进党养很多他们的朋友 再进去了 说实在他们本来 民进党当权的时候 本来一个机关的首长 有七个基要人员 过去很多首长 政务官他都说 我不需要那么多基要 民进党一上台以后 把这个七个基要名 每个部会的七个基要 部次长基要 全部塞满 就一看全部是他们的党工 因为他可以用公家的薪水 比如说六七万一个月的薪水 他就不必付这个党工的薪水了 所以这些年轻人都这么听的话 因为他都用我们纳税人的缘 钱培养他的党工 那你现在你六百个人里面 有一半的你都可以自己聘用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民进党求之不得 我觉得一个设机关 阴人设机关这是最不好的 你要给唐凤一个舞台 你要给他设一个机关 然后你要用你想要用的这些 有资讯专长 你心里面已经认识了这些人 你请问你不认识你怎么会去用 你都你认识这批人 你都拿来用什么 用我们大家纳税人的钱来养 所以他说只看战利 应该还有一个括号关系是不是 战利就是很主观的 战利的话那你考试 那你就考试 其实我们用过人 其实任何机关 他的人事部门要招考的时候 他有一定的规定 你要公告 然后你还是要能够参 你要能够来报考人的 基本的他需要的条件背景 你都要设定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其实像苏贞汤 他也做过一些行政单位 他怎么可以任由一个 这样子唐凤的这种人 把所有公家机关的这些 一些基本的规则 全部践踏掉 然后如此的这样不负责任 用人民的血汗钱 这么你说你给他 你给他个30亿50亿也就算了 你给他270几亿 那你其他单位 你的警察每天从早执行到晚 然后还要冒生命危险 他连个基本装备都没有 你这样对得起其他公务人员吗 那你说现在很多单位的公务员 基本上都非常的辛苦 你这数位发展部 你不是Google的 那个在那边发展产业的那些人 每天我给你从早到晚 最好的吃的 吃的喝的24小时 随时你可以来上班 对不起 公家机关不是干这样子 你唐凤如果想把公家机关 搞成这样的话 那你干脆你去 你去成立你自己的私人公司 你可以按你的意思去 可是公家基本上最重要的 公家创造的不是什么 公家机构创造的是什么 维护的是社会的价值 不是商业的价值 你今天不是在搞Venture Capital 你不是在搞这些所谓的这种 他完全用Venture Capital的这种概念 来经营一个公家机关 这个就是全世界古今中央 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你不能不计成本 不计它的产出 然后不计它的投入 这个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 我们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制衡的机构 这样完完全全 他抵触了所有世界各国对政府机关的 一个基本角色的认定 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单位 不晓得他到底要干什么 然后他的用人 他什么都有这么大的财量权 而且那个预算 通通没有经过审核 通通没有经过审核 到底是怎么成立的 然后他将来 他的聘贵人的薪水怎么算 这每个部分都是政府是有规有举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定的 都有原则的 他现在这个长凤 事实上我知道他过去在行政院的时候 主管所谓的数位科技 他做了很多实验都没有结果的 我在很早就知道了 比如说他当初推动一个计划叫什么 这个政府中央政府决策的民主化过程 怎么样民主化呢 他就把一些问题 放到行政院的网站上说 请大家表示意见 你对这个政策你有什么意见 你知道那花多少钱吗 多少钱 非常多都是几亿几亿的 那样就要几亿几亿 对 都几亿几亿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人 然后就没有了 他说他是不管不会啊 就没有了 那你这些 到底这个政府要不要对人民负责 还有他要花老百姓的一分一毛 他有没有一点心理上觉得不得了 这个钱是来之不易啊 我们以前讲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14 享有折扣哦